今天给大家讲一本书啊 就花掉的钱都会自己留回来 这个首先呢 咱们从金钱馆 每个人的金钱馆都不一样 所以对花钱的态度呢 也不一样 那比如说现在 有些人为了追求这个精致的生活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这种人很多啊 以前我就见过他这个 买报复器服啊 他全身都是名牌 但这个东西呢 都是自己在别的上面 在教育方面呢 工作方面 投资方面 他省下 在这上面省钱 然后去做的 那现在呢 很多人都借贷 买这些东西 这个高档的生日品 还有人带款买房子 做这个叫房奴 是吧 狗奴这种当奴才的人 那今天呢 就花着明天的钱 但有一些人呢 也不一样 比如说呢 岁数大的人 他这个见过 受过苦啊 也穷过 所以舍不吃舍不喝 把这个钱呢 都花给孩子们 是吧 然后自己什么也没享受过 说这样的人生 还有这个 这两种人生啊 过的其实都是不对的 不该花的地方 花了就是浪费 不该花 有的人说 在日常消费中 说几块钱 那我在看那个 我在看这个穷爸爸 富爸爸以后 刚开始看这个 第几页的时候 我就中毒了 所以说出门的时候 刚才街边卖这个 叫唐葫芦吧 唐葫芦 我说我不会买这东西 如果买的话呢 我就可以别人增加了资产 因为这东西对我没有回报 当时是一个玩笑 虽然是一个玩笑 但是呢 不该花钱的地方 就是不能花 有的人说 哎 几块钱 我这是十几块钱 随手就花了 或者几十块钱 我说几百块钱 就这样的 随便花 这些东西呢 是废品的 按照极简生活来说 是没有用的 其实钱花了 应该想到 这个钱 他会不会投资以后 会不会对你有回报 是吧 比如说 和一帮那个 认识的人在一起 就是认识啊 难说是朋友 比如说 你去到中午了 你请请他们去吃饭 然后这人吃吃拍拍 拍拍屁股就走了 这种香嘴 臭臭屁股的事 真是没啥意思 然后这个钱就不是属于投资 因为这些人不会回报你什么的 而且你又花了钱 花了时间 所以这些钱 零条税早的 他也是不少钱 比如说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前两天 我看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 人他每天早上班呢 到处行马克 喝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40 40块钱是吧 每天一杯的话 那一个月是1200 一年就是这个 14000 将近15000块钱 是吧 就是这个钱 这一个 这个钱 如果你投资 买股票的话 或者投资基金方面 那你的收益 在这个 十年以后吧 十年以后 他就不是这些了 是吧 就是这个 对金钱的态度问题 那我们再讲 这个钱 怎么能重新 回到你的身上呢 那我们就需要 知道金钱螺旋 金钱螺旋 这个公式 这个金钱螺旋呢 就是有钱以后 把它投在 和工作相关的兴趣上 工作技能得到提升 就会赚很多的钱 然后把钱投到兴趣上 这样会螺旋式的上升 这个感兴趣的工作 你会做的 非常喜欢 是吧 觉得你在工作 你在这个工作岗位中 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需要你 甚至呢 你可以养一帮兄弟 是吧 靠着你这个工作 大家打拼吗 这个获得更好的生活 是吧 那我们 在想把花掉的钱 都留回来 那就需要找到 自己的兴趣所在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事 你不会做的 做的长久 不喜欢 是吧 比如说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都不是做这个的 他是做这个 其他行业 但是他被别人 就是用忽悠的 这句话说了 然后他投资了一个 叫 文丸的 就文丸的一个产业 是一个 就挺细腻的 那种东西啊 我投资了 好像是 反正有一些钱在里面 是生产的那一块 文丸那一块 但是他不喜欢 是吧 所以那工作做 他也没兴趣 那别人 他就同伙 合伙人呢 就他没有兴趣 就觉得缺一份力量 他终究不是 这个行业的人 是吧 只是拉他做一份投资 但这个回报呢 也不会很多 因为 因为大家都是草台班的嘛 凑在一起 混 混在一起 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怎么样 找到自己的兴趣呢 就可以先从工作中 去寻找 如果 你每个月啊 得到的第一笔 和你目前工作收入一样多的进账 你还会继续从事目前的工作吗 如果你回答 是的 那么恭喜你 你的工作呀 就是你的真爱 那别人 那别人随便说 你我给你每个月啊 给你一万块钱 然后你什么都不做 跟你目前 你也是一个月赚一万块钱 但是呢 你还继续从事你目前的工作 是吧 两个收入一样多 你什么都不做 那你还会从事 还会去做你现在赚钱的工作 但是你要出体力 还要打时间 还要花时间的 那个呢 是你不需要花时间 什么都不用做 那就是得到一万块钱 那这个工作你还会做吗 如果你继续做 那么恭喜你 这个工作呢 就是你的真爱 因为你能看到它的前景 是吧 如果你回答 不 我不会做的 所以 这个工作呢 就不是你的真爱 并不是你的乐趣 是吧 那你考虑 可以考虑把这工作换了 那别逼自己换工作 是吧 但是你在 这个难怕入宿行 生活呢 还是要继续啊 所以 还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所以兴趣给你带来的收入啊 这个是 很重要的啊 所以你这个工作呀 把慢慢兴趣呢给你带来收入啊工作呢就变成副业了就是我喜欢 那我喜欢这个工作啊 他大概我的乐趣超过我对收入的这个兴趣 嗯 那对我自己来说呢 我在这个初中高中了就喜欢这个数学啊 因为数学能让我感觉到有乐趣啊 别人呃 抄我的作业 抄我的卷子 抄我的卷子啊 然后觉得我啊 很有成就感 所以每次写这个数学作业的时候 嗯 我觉得挺兴奋啊 甚至数学作业我都不写 他简单提我都不做空着 我说老师也不管我 是吧 因为我数学特别好 老师也不管我 我就做更难的题 那就是一种乐趣 我说晚上写到这个凌晨两点三点 就这样 就是喜欢 但是呢 我在这个高等教育的时候 也是专业数学 嗯 但是我数学成绩就是没那么好的 因为这个 以前大学学的这个知识啊 比以前还难了 所以 我刚开始也不适应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吧 所以就没没这个跟上 考试越来越差 越来越没兴趣 嗯 反正感兴趣这东西吧 一定要感 一定要这个 用兴趣去工作 喜爱是自己最好的老师 嗯 嗯 建立维护人脉 啊 也是把钱 花掉的钱呢 留回来的方法 嗯 这个时代呢 这个 我说的这个人脉啊 包括这个自媒体 这个粉丝 他也是人脉 是吧 所以这个流量呢 就是钱 所以平时注意 所以平时注意 维护这个社会关系 家庭关系 还有这个粉丝关系 是吧 还有 比如说这个 李佳琪啊 他带货 能带好几万 几分钟啊 可是 有些朋友呢 作为上呢 啊 一味的发广告 让人搞 搞得太烦人 是吧 所以 把这个 搭建自己的人脉 让这个兴趣啊 产生收益 所以 这个人在宣传自己的时候 就用 不经意的 讲故事的方法 比如说用QQ啊 微信呢 朋友圈呢 还有这些 自媒体平台 什么抖音的 小红书啊 这些都是宣传平台 让别人喜欢 喜欢你 喜欢你做的事 对你做的事 感兴趣 你擅长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大家都喜欢被关心 没有人不喜欢收到礼物 所以你主动 关心别人 必然会被别人记住 比如说现在 我就是关心别人 我关心别人 就体验在今天 我在讲的一段 讲的一段 是吧 这段视频 那 这个礼物呢 送的礼物 我今天讲的这些 故事啊 就是 讲的礼物 我的感想呢 就是礼物 所以 送礼的时候呢 给别人送礼呢 说几暖心的话呀 这也是礼物 说人的最高一层的 这个 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帮助别人呢 会让你发作内心的 认同自己 比如说有的人 对我这个视频点赞 我觉得自己就被需要了 别人认可我的想法 每次看了一些好书啊 或者有些好的想法 和别人分享一下 这就是对别人有帮助的 别人也会帮助你 抬火点赞了 就是帮助我 然后 这个好运气啊 就回转到自己身上 所以 有的人 他看了一本好书呢 他不对别人说 这个就是自私的行为 对 跟大家说说 跟大家说说 你有什么 照一张好照片呢 是吧 所以做一顿美食 在哪吃个饭呢 这个也是一种分享 别人认可你了 就认可你的人格 认可你的魅力 认可魅力 还有喜欢你的性格了 喜欢你的穿着 喜欢你的做法 这个现在是网络时代嘛 分享经济 所以 这个钱呢 越花越多 他是有方法的 现在我带来讲几个方法 怎样钱 越来越多 越花越多 那 首先我们要真正了解 什么叫投资 什么叫投机 这个投机是赌额吗 这个投资就是买入股票 买入基金 他就躺赚吗 这些啊 不叫投资 投资应该是呢 把花掉的钱 让他加倍的回来 以小博大 花很少量的钱 赚取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 一句很简单的话 比如说 我想做一个有钱人 做一个富人 那李嘉诚 他在做什么 那我就做什么 那李嘉诚不做的事 我也不会做 李嘉诚 今天晚上 会不会跟他的朋友 去打麻将 是吧 他不会 我也不会 是吧 在李嘉诚 他不是在这个 李嘉诚 如果他去打麻将 他是肯定是一个投资 他用他的时间 去陪人去打麻将 那这个肯定后面有经济利益 你要想到这一点 如果单纯是单纯的是为了麻将而麻将 如果麻将是你的兴趣 而你从从麻将中不能产生收益 所以你这个投资是失败的 比如说你买一本书 不能是因为这本书比较花哨 但这本书能给你带来收益 中间有什么道理 这个就是投资 去这个健身房 或者你去游泳了 让自己身体更强壮 你花了时间 这个时间是最宝贵的 这也是投资 你花钱买的东西 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比如说你花钱买好衣服 它能让别人对你 产生好感 因为你穿的比较好 比较养眼 养别人的眼睛 这也是一种礼貌 所以别人会对你产生信任和好感 所以这件衣服你买了 它也是一个投资 要考虑这一点 如果不能的话 别人对你近而远迟 比如说你买了个身份不相匹配的东西 比如说你买一个 这个LVD衣服 它你的身份不相匹配 然后别人会对你产生距离感 是吧 这样是容易树敌嘛 所以这个投资也是 也是不必要的 比如说花钱买这个 昂贵的运动鞋啊 买昂贵的包包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然后给自己出面吧 这些钱呢花了就是花了 它回不来 还有人呢 特别喜欢买这个便宜东西 买回一大堆其实没有用 这东西没有用 便宜就买便宜就买 这种人呢 就是他的做法的金钱观念 就是一种这个奴才的金钱观念 就是那种动物的金钱观念 我说难听一点 好像就是猫狗那种金钱观念 不管这么东西 反正吃有钱吃人家 吃吐了再吃多了再吐出来 就是这种金钱观念 这个就是不对的 所以用钱的时候呢 有原则的 比如说买经验 比买东西还重要 比如说你陪别人去这个吃饭 那这个中间你要觉得从这个人身上 你要学到什么行业知识啊 或者是你想知道 某些人有过这样的事 比如说有人请我吃饭 他就考虑叫我发表一下 对这个某当时非常轰动的富豪的看法 因为他觉得他是 他他很着迷这个富豪是吧 当时的富豪 就很着迷的富豪 他这个富豪的当时的做法呢 非常的出奇 兴起一万个人 出奇 完了别人呢 就引发别人很多联想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有征求一下我的看法 他说你对他怎么怎么怎么看 我说说他怎么怎么怎么样 好像对我对那个人印象不好 我觉得他这个诈骗的成分很大 果然是这样 所以当你想知道一些行业 规矩的什么什么的时候 但你想什么别人也知道 所以你一旦对他领域的时候 他会主动给你一些东西 给你一些东西 然后回报你 别计较这些 就不用计较这些细节了 包括什么发钱酒钱 这些是投资的嘛 所以不要计较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再有一点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 要买价值 不是价格 价值大于价格的东西 价格是可以打折的 但是价值 它对你的价值有多少 或者这东西 你考虑一下 这个价值 这个东西的价值 它到别人身上 能发挥什么样的 价值 到你身上 你能不能发挥出来 如果你发挥不出来 就不要买这个东西 没有用 比如说 有的人买爱马仕 花了十多万 花了十多万 那我认识一个人 他花十多万买一个包包 这个包包呢 他要去送人 所以这个包包呢 能给它带来巨大的利益 带利益 每年 大概带了两百万左右的利益 当然它不只是花 这一个包包 就是这个爱马仕宝 送一个包 这个名包 所以他这个投资 就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 他每年年收入呢 大概是 三四十万块钱 如果他花十万块钱 买一个包包 这个就与他的身上 有点不相称了 所以就没有 花了花了这个钱 他没有回报 是吧 只是自己心里那种满足感 其实包包 这个包的这个东西啊 也是被一段时间 就新鲜了 其实好的东西 就奔驰什么 那些AIMG的那种 运用工厂出的车 哎呀 到时候以后开了 也就开上了 就那么回事 当别人给你行回头礼的时候 或者是赞赏你的时候 你觉得 这个心中心得到满足 但一旦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东西就无所谓了 是吧 就无所谓了 那新鲜劲一过 也就无所谓了 还有就是 把钱呢 把时间都花在这个阅读上 这阅读是很重要的 查理漫格 特别重视这个阅读 所以多看一些好书啊 看知乎多半 有一些这个推荐的好书 这个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 决定 什么样的人适合你 你和接触 什么样的人适合你接触 什么样的事适合你去做 什么样的事 值得你去花时间 要自己的判断标准 有的人他就盲从 看别人 大家一招走吧 这个晚上咱们一起去喝啤酒 一起吃烧烤 有的人就跟着去了 知道吗 那有的人他这里 这个如果越成帮的人 比如说 这个人呢 超过三个人以后 超过三个人以后 这里就有赖人了 第四个人 这四个人里面 肯定就有一个赖人 他不 这四个人里头 可能有一个人 觉得这个吃饭喝酒 这个时间 他还能赚到钱 可以做一些投资 比如说提高自己啊 这也是一项投资 比如说他可以投资自己 用自己这个时间去阅读啊 都这样的事 比如说有的人呢 可以去赚钱 投资时间 结交更价值的人卖 那永恩他单纯没有什么事 他可能被这个烤肉啊 烤牛排是吧 被这个东西所吸引 可能被想喝一点酒啊 吸引放松一下自己 所吸引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他是放痒的 你是砍柴的 你跟他混不起 所以每时每刻 都要考虑这个投资的问题 尽量严谨一些 所有的疏漏 那可能是为了气氛 比如说你要 买一个 让大家都开心的东西 好久没那么开心了 说让大家开心的东西 那你就买一个吧 比如说买一个鲜花 就鲜花 这个鲜花也算是投资吧 反正你分给谁 也算是一个投资 大家玩点花香吧 就开心 还有一个 这个把钱呢 用在别人身上 就要帮助别人 这个把钱用在别人身上呢 要讲究一个用法 这个帮助别人呢 也觉得别人有潜力 你的付出呢 会有回报 这是把钱用在别人身上 但是不能用在 这个 这个人品不好啊 人品不好的人身上 这个人的背景呢 一定要知道 帮助帮助一下别人 但是你帮助的时候 最好是按股分帮 分入股 是吧 就这样去帮 还有 用钱花钱呢 打造一个值得信赖的团队 人家说 你利于时间 像我说的 吃饭喝酒捧场了 然后 去赶场了 这个时间是花了 是吧 钱也花了 所以你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接触 你和什么样的人能成事 他一直一直想 可是很 比如大家比资都很赏识 或者心有灵犀那种 所以这样 这样人比较容易成立一个团队 大家与一虎百云能做些什么 是吧 还有就是 比如说家政啊 家务啊 最家里的事 还有这个花钱顾这个司机啊 去拿货 去接人呢 这都是尽量花钱去做的 这叫花钱买时间 嗯 有的人 有的人他要帮我啊 比如说有些人他要帮我 说那个那个东西 我就帮你 我就帮你拿回来吧 我说不用不用 这个 找一个 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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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运公司 就烧过来了 能花钱的东西 尽量不要用人 啊 就是这样 所以把这个 钱花到最大花 所以把钱投入到一个 这个最有价值的组合 也是非常重要 每次用钱的时候呢 用家法 说这个钱能够我们带来什么 花这个钱能够带来什么 是一个人气 也算在内吧 而钱现在讲的 还不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只要这个时间呢 用在什么地方 把时间呢 用在 这个最值得投入 最值得投资的地方 呃 就是花掉的钱 把自己留回来 虽然是这个标题 但是 花掉的时间 要有相应的价值回来 时间留不住啊 可能时间 他的表现呢 就表现在钱上 所以还是 花掉的钱会自己留下来 会自己留回来 那花掉的 花掉的这个时间呢 就体验在钱上 还是那句话 对呀 请不吝点赞 转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